优势频道从2014年成立至今已迈入第五年了 一直以来都是兢兢业业不负众望的向着标杆直跑 今天优势频道要用超过6500支影片 200万以上观赏人次的成绩 邀请您来参加优势频道五周年庆典 活动将于11月16号星期六早上10点 在Sanaclara矽谷生命和灵良堂C1大厅盛大举行 节目内容有排舞、话剧、青少年乐团、儿童合唱等精彩表演 及社区公益团体现场摊位 另外准备了精美茶点并有机票等大理抽奖活动 评票免费入场并可参加摸彩 请上网uchanneltv.us或扫描QRcode报名锁票 10月13号以前报名享有早鸟三倍中奖几率 胰脏和肝脏肾脏一样都被称为是沉默器官 早期胰脏癌几乎没有症状 因此发现时大多是晚期 其中有85%的胰脏癌在发现时都已经太迟了 此时所有的存活率将会低于两个百分点以下 有鉴于此新希望华人癌症关怀基金会 将于10月5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半 在基金会Mupitas办公室举行认识胰脏癌讲座 邀请胰脏癌行动网络的讲员 带我们来认识了解胰脏癌 讲座以英语进行 未有中文翻译 报名请打电话408-609-3338 或上网newhopecancer.org查询 厨房是每个家最核心的所在 除了可以维系情感和分享心情 更光呼全家人的营养和健康 生命和妈妈成长班将于10月8号星期二早上10点开始 在Santa Clara的矽谷生命和领良堂 举办厨房里的营养保健讲座 邀请食品营养与健身专家陈怡姐女士 来教导大家学习如何设计儿童营养菜单 克服偏食挑食问题 并且分享许多的居家保健秘诀 活动免费备有午餐 每人五元可自由参加 报名请email到rolccbabyandmeatgmail.com登记 要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 让孩子感觉到家长的尊重和相处的平等 先决条件是营造一个良好的沟通环境 正在孩子的角度来想问题 来看问题 如何掌握与孩子交谈的艺术是重要关键 小生活家中心将于10月13号星期天下午2点 在费利盟势力图书馆举办问问题的艺术 促进亲子关系讲座 讲员为护家中心生活教练 与家长探讨如何问问题的沟通艺术 讲座免费入场 更多详情请上网 hfrc.familyrebuildingcenter.org查询 在优美的森林中休闲度假 是您全家欢度感恩节的最佳安排 美国家庭更新协会 即将于11月27号到12月1号的感恩节期 在Mont Herman休闲中心举办主题为 每位关系你我他的家庭度假营 营会中有精彩的儿童和青少年节目 适合全家的野外活动 及增进家庭和谐亲子关系的讲座 并且有舒适的住房和精美的餐点 邀请您全家一同参与 共度一个愉快与有意义的感恩节 报名与地方专线 www.myfbc.org register 更多详情请上网 cffcusa.org查询